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樂 要八卦內幕 要社會新聞 要解決問題 劉君耀下午2點 非要不可 好了9號8號新聞台 你現在說你的節目是非要不可 我是讓你非要不可的劉君耀 要受邀邀 禮拜三新聞三條線雷倩時間 在我們現場當然是美麗的 聰明的劉委員 謝謝君耀聽眾朋友大家好 劉委員剪了一個俏麗的短髮 是不是 一下子年輕的大概三十幾歲 謝謝 三十幾歲 太厲害了 今天我想 國際的局勢 恐攻當然現在大家還是一直 很繃緊神經的 法國現在 連喝水都可能 怕被下毒 緊張 現在連部隊都派到這些 至少六個 供水的一個主要的源頭 在那邊駐守 為什麼會是這樣 這樣的話會不會 又把這個層級再往上推 包括現在比利時 都已經進到警戒四級 第四級警戒 那這樣的情況 這是防守的 法國比利時大家都在防守 那當然又有進攻的 進攻方法就是美國 開始海嘯計畫 現在連俄國都希望把他拉進來 大家要弄一起 大家來殲滅 ISIS 防守跟攻擊這兩個情況 總總我想 來跟我們做一些分析 當然在講這些之前 我要先謝謝 劉委員救我一命這樣子 上一次還好你提醒我 趕快不要去喔巴黎 現在是戰爭行為 不是偶發事件耶 我那天在跟你談之前 還鼓勵朱忌忠說 現在去巴黎最安全啊 你去啊 還好他也沒去這樣 大家都安然 這段時間大家其實 要非常的小心 還有另外呢 今天劉委員要跟我們講一下 大陸明年一定要力拼 把這個 RCEP 就RCEP啊 能夠把他談成 那這個到 因為明年 那現在台灣 我們現在之前不久 蕭萬長在在APEC 跟習近平兩個人 還談了不少 不少話 他雖然五分鐘啦 五分鐘可以決定很多事情啦 中間還有歐巴馬出來 插回亞 那這個呢 APEC 從從APEC到這個呢 RCEP 這中間啊 台灣的加入國際組織 這個呢 希望呢 到底有沒有能不能露出一點曙光 這個是呢 今天劉委員要跟我們分析的重點 來 那我們先講 我們先從遠的地方呢 恐怖攻擊 恐怖攻擊 我記得我們在聽眾朋友 剛剛第一時間在震驚的時候呢 就提醒大家 對 很快的全世界已經把它定義為 戰爭行為 沒錯 然後奧朗德總統呢 奧朗德總統呢 奧朗德總統 他也直接說 法國是在戰爭狀態中 對 那特別提醒大家的就是 傳統的恐怖攻擊 它是屬於媒體恐怖主義的一種 是 他是藉著製造一個恐慌 然後讓媒體去報導 他的主張 嗯 但是這一次呢 是直接對對方發動的攻擊目的是 要摧毀他的士氣 對 直接達到最終壓制的目的 在ISIS裡面也稱他叫做這個 Gashwa 這是在他的二月的第一天 就是可以發動戰爭的 全部的男子都要 上戰場 緊朝而出上戰場的這個月 是 第一天就發動的 所以你後面發現 整個的脈絡呢 就是很清楚 朝著戰爭脈絡走 我們先簡單的給聽眾朋友做一個recap 嗯 從法國說 法國是在戰爭中 他直接開始 派了轟炸機去轟炸一些戰略據點 對 尤其是軍事跟訓練中心以後 美國加入了轟炸的陣營 嗯 那這個美法俄 這四個 這三個國家主要呢 開始進行了一個翻譯 台灣有的人翻成叫做 海浪計劃 可是他英文是叫Tidal Wave 2 Tidal Wave比較好的翻譯 你可以翻成巨浪也可以翻成海嘯 哦 就是他這個 那海嘯聽起來比較 比較氣勢 啊 對對對 Tidal Wave 1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後來聯軍決定去轟炸 羅馬尼亞的這個重要的這個 練油中心 是 去摧毀德國發動戰爭的機器 我們常說叫做 戰爭機器就包括了軍工品的製造啊 後面的後勤補給啊 這個戰爭機器 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去炸羅馬尼亞的練油廠 去摧毀德國的軍工實力的 嗯 第一次是這樣用 所以這次他的代號叫做Tidal Wave 2 就是海嘯或者是巨浪計劃二 目的非常簡單 是要去斬斷ISIS後面 源源不絕的晶圓 哦 因為他有練油廠 是 他有油罐車的運油 他過去是用比市價 大家一般預期啊 是比市價的四分之一的價錢 把它產出來的石油呢 經過甚至正常的公司跟管道 賣到國際油品市場上 是是 取得他的軍事費用 是 所以Tidal Wave 2直接就去轟炸 目的是要去轟炸 或是摧毀至少三分之二的 煉油跟運油的實力 哦 那我跟聽說會有報告說 這是一個很巨大的轉變 在進行這個計劃之前 美國都是採取一種 非常小規模的轟炸 嗯 因為他們說呢 開車的人還是平民 所以如果你去開車的那個平民 你油罐車去轟炸了 嗯 這個人的生命就是變成摧毀平民的生命 對 他是不被聯合國所允許的 是 所以美國都用非常小規模的轟炸 可是每一次的轟炸 一會兒呢 就毫無痛癢 他們對方很快的就可以 重新買到新的油罐車 是 繼續去運油 然後繼續去獲得他的軍事費用 是 但是現在已經定義成為戰爭行為了 對 戰爭的法則跟平常的法則是不一樣 嗯 大家聽到朋友就知道 戰爭是可以殺人的 對 是可以殺敵人的 可以去轟炸對方的軍事物資 嗯 相關的軍事支援單位 所以這次是直接要轟炸 煉油廠 對 油罐車 目的是摧毀三分之二 使得他的經緣能夠受到一定的控制 另外很多人說 哎呀 因為很多有我聽到一些分析師說 美國以前也有炸啊 一直炸炸都沒用 因為以前不是這樣炸 嗯 現在是要用摧毀他的軍事準備能力的方式 用戰爭法則來炸 是 同時呢 也在這個過程中間去創造了俄國跟美國 在敘利亞事件上面達到一定 合意的可能性 因為聽眾朋友可能記得我們講過 美國是支持所謂的非政府軍 也有人叫他叛軍 而俄國是支持阿薩德政府的 對 那麼阿薩德政府被美國一直描繪成一個邪惡的 這個對於人民是大量損傷的一個非常可怕的邪惡政權 那所以他們現在達到了一定程度的邪約 就是說是由 敘利亞人自己來解決他的國內狀態 嗯 而不一定要支持哪一邊去推翻哪一邊 是 同時你會發現另外我認為最巨大的一個訊號是 其他的莫斯林國家 開始有些人向法國向美國通風報信了 所以最後我們看到這幾次的一些可能發生恐怖攻擊的事情 被精銳部隊 譬如法國的黑豹部隊 對 或是其他地方被 事先就瓦解 去瓦解跟撲滅呢 對 都是有來自其他的地方的情資 是是 這個其實是一個大戰的關鍵點 就是你其他的穆斯林國家 必須要跟恐怖的極端的ISIS 或者是基地組織劃清界線 他們才不會成為全世界人仇恨跟報復的對象 對 所以必須要在內部有這個力量 而這個力量我們已經開始了 嗯 那我們回頭去講法國 法國畢竟這一次是這一次戰爭行為發動的直接受害者 嗯 上個星期呢 雖然是在這個叫做他們翻叫聖丹寧區 去佛曉攻擊五千發子彈的駁火 對 去把那個 守龍 對 把可能未來的危機劃於無形 但是畢竟也凸顯了在法國境內 有非常非常多可能的這種窩藏的小的區域 對 那麼這些區域大部分是從比利時這裡規劃 嗯 或者從比利時很容易的到了這個法國 那比利時也發現他的主要的地方 全部都非常的vulnerable 嗯 非常的脆弱 嗯 所以才會從三級警戒一路拉到四級警戒 是 過去很多人說 非洲 非洲國家要去做這些事情我們就算了 嗯 可是歐洲國家如果你用非常鬆散的國內反恐為安 使得你成為恐怖分子的集中地的話 那你對其他的歐洲國家並不負責任 嗯 比利時在過去都一直是一個 大家覺得還算是一個極為安全的 非常講人權的 而且他其實是歐洲的首都 你知道聯合國有多少的機構 都是以比利時為核心來運作 所以他以他的人權為傲 所以他很多地方他不要侵犯到個人的人權 這一次立刻知道說你在非常的時候 進入戰爭危機你要用非常的手段 對 直接拉到了四號警戒 而且他跟巴黎還不一樣 嗯 大家聽到巴黎的人一直說 他們唱著馬賽曲說我們不要被打倒 對 巴黎人說我們要盡量的站在我們不仇恨 然後正常的生活方式 不要被恐怖主義來打倒 是 比利時直接告訴大家說公共場所不要隨便去 嗯 太危險了 大型的活動現在先不要舉辦 是 就是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沒有建立一個防衛王 對 所以現在到處千瘡百孔任何地方 只要別人願意來攻擊你 你其實毫無辦法 真的 因為畢竟法國這次所做的一些防衛措施 是可圈可點的 嗯 法國畢竟也是一個歐洲老牌的軍事跟反恐的強國 嗯 所以他這個網路在那個年初 報紙被砸的時候的準備 準備到了年底你可以看出來已經有一定成效 嗯 可是比利時是一個不設防狀態 是 你只要來的話 他根本無法可守 對 所以馬上就告訴別人說 沒事不要出門 對 盡量不要去公共場所 不要用交通工具 你可以想像到這樣的一種宣誓 對於他整個國家的人民的心理狀況 是一個多大的影響 是 但是如果你做一個政府 你不做這個宣誓 你是不是更不負責任 對 你至少提 我沒有能力去反恐 我至少要告訴你們 要避開 保護大家 降低危險 不要暴露在危險中 是是 因為你看我們拿非洲這一次 它雖然不是ISIS 它是另外的聖戰士的組織 去做的那個人質 夾持事件 你就可以看到 幾個人 他們說是實名槍手 夾持了一個旅館裡面 造成的那個叫做 呃 我們叫做carnage 就是說那種人肉的損傷 是非常可怕 它是直接掃射的 對 它造成了170個人質 在一個很短的時間之內 受到非常極度的恐怖主義攻擊 的可怕事件 是 所以如果你沒有去處理 呃前端的防恐 你沒有辦法去理解 社會中間的那個不安的分子 他們在什麼地方 那他們一旦發動攻擊的時候 你只能眼眼看著 那些無辜的人流血 是 甚至這一次大家也可以看到 還包括了三名中國大陸 非常高階的人 對 他是中國鐵建集團 就是要去非洲 幫他們建鐵路的那個集團 總經理副總經理 跟西非的總經理 對 通通在這裡掃射身亡 是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作為一個政府 有的時候 我上回就跟大家說 要better safe than sorry 不要那麼t key 對 不要說我就是不怕你 如果你有能力 你可以不要怕 對 如果你還沒有把握的話 還是要以人民的生命財產為第一優先 嗯 我在第一時間被我有一些網友說 哎呀不要那麼軟弱啊 年底那個月底的Cup 21 就是 氣候變遷大會要照樣進行 我跟天后朋友報告一下 原來月底在巴黎的氣候變遷大會 然後後來那個薩克棋總統也是 贊成我的看法說 不要繼續辦 對 他原來是說 已經有了超過118名的國際 元首級的領袖要去參加 嗯 他是從哥本哈根以來 最大的一個全球的變遷會議 因為全世界決定在2020開始呢 先進國家就要拿一大筆錢出來 讓那些發達中的國家 因為要用比較高的環保標準 而要承受的損失可以得到一定的補貼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大的人民團結的一個會 先進國家的領袖要來 那個發展中國家的領袖要來 有4萬多個民間團體 各個的人要在巴黎的各個地方去做主論壇跟分論壇 那你想想看 4萬多人來巴黎 還有118位原先預計是國際級的領袖 好 第一 你可以保護了你的主論場 你的機場 港口分論場 誰去保護 4萬人 你要有多少人來保護他們 第二呢 當全世界的領袖都來了 他們的精銳部隊都到這裡來了 那麼他們不是剛好是一個瓮中桌邊 一碗打盡的機會 就算他們很厲害 他們也讓其他的各個地方都防務空虛了吧 因為我們把精銳都調到這裡來了 所以如果你從反恐說 我不被你打敗的角度 當然是要照樣進行 可是你從戰爭的角度 你為什麼要把你的精銳 都放在一個別人要努力去摧毀的地方 對 事實上不應該集結要分散 Timing嘛 就是說你幹嘛選擇在這個時間點去做這樣的事情 你是給他更多的一個機會 可以去對你施施他所謂的恐怖攻擊 或者是媒體恐怖主義嗎 所以當然聽眾朋友我也知道 我並不是什麼國際上面了不起的大人物 但是我們在討論這個事情的時候呢 可以去思考一下 當我們進入了戰爭邏輯 當這件事情已經是戰爭了 我們在國際法上面 我上回跟聽眾朋友報告過 有三個交戰的可能性 第一個是你自我防禦 第二個是你跟你有同盟關係的國家共同防禦 這就是日本要解禁的集體自衛權 第三個是聯合國決議要去攻打 這三種情況之下你可以進入戰爭 這一次巴黎的反恐呢 應該說巴黎的恐攻 在戰略人士上面都是認為他叫做game changer 就是他以前可能是零星的恐怖攻擊 現在呢就是轉彎了 他是整個大的戰中間的最重要的全面的拐點 他一拐了以後 巴黎剛才軍要問的第一個問題就產生 為什麼法國會告訴大家說 我們的水很不安全 是 這不是也是造成你的恐慌嗎 對 因為所有人對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劇碼裡頭 這個劇本裡頭啊 通常就是 要不然就是一個強人的狂人領袖 他發動了一個核子的攻擊 要不然就是恐怖攻擊 就是恐攻的極端分子 對其他的國家發動攻擊 發動攻擊以後 最簡單的就是核生化電 就是核生化以外還有電戰 所以現在他們在討論是不是會有生化戰 如果恐怖的強人領袖就是核戰嘛 那剩下的就是生化戰啊 那個網路上面的網站啊 這些東西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他們大家認為未來發展的那個劇本 他這個劇本呢 會在各個地方產生各種的戰爭 讓更多更多的國家介入跟捲入 集體的防衛或者戰爭行為 所以法國已經很明確說 這是一個戰爭行為 他們開始去從過去的恐怖攻擊 盡量的去藉著全球的情資去打擊他們 同時呢也開始增加了人民的警戒 開始討論包括水 要特別小心 對不過像水的這一塊啊 你覺得這種 他們就是ISIS這樣子 對於這種直接給人民喝的水 他直接去下毒 或者用生化去攻擊 這種可能性高不高 這是美國從2001-2002年開始說 有大規模毀滅武器的時候 就說的是生化戰嘛 不一定是水 也許是空氣 也許是細菌戰 所以你們一直說 它可能性是高的喔 美國一直是指控這些莫斯林國家 或者是這些恐怖分子 他們手中具有生化武器 那你看你現在 我們到現在看到的 都是多麼便宜的武器 是 幾個人拿著槍 或者是幾個人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 它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 是 這是第一階段 那你想想看 同樣幾個不要命的人 如果拿的是生化武器的話 它會造成更大的人民傷亡 如果你只是恐怖主義 你要算算看說 我會不會導致自己的殺生之禍 是 他們會不會來把我殲滅 對 可是如果你今天已經對他們發動戰爭了 戰爭就是要造成敵人最大的創傷 就是你死我活了嘛 對不對 那我們來就進廣告 廣告之後呢咱們繼續聊